民眾在網路上買口罩 按照網友說好的面膠地點 黃小姐直接走進百貨公司 對方指定是10樓的某個櫃位 特別交代 不要說是拿口罩 暗號是要拿東西 一聽到通完密語 櫃姐立刻打開後方櫃子 拿出背包 用百貨公司的紙袋 裝了幾盒口罩 黃小姐當場取貨付款 但是在看看面膠的人 對方根本就是櫃位小姐 身上還穿著制服 口罩價格實在不便宜 填滿就大概最便宜的口罩就80 他現在一個口罩580 對嗎 黃小姐買回的口罩 兒童用的上面寫著 四層過濾層 有效阻隔飛沫灰塵和花粉塵滿 成人口罩則是三層高密度過濾層 飛沫粉塵 還說阻隔99%以上 但衛生局一看 卻發現根本是工業用口罩 如果說在相關的商品上面 有標示N95 事實上並沒有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個又誇大不實 可能有商品詐欺的問題 面膠的口罩不是醫療級 但是黃小姐透過面膠買回的口罩 兒童口罩50個580元 成人口罩分成平面跟立體 分別是480跟880元 價格真的不便宜 有囤積烘台的問題 我們都會依如果一旦屬實 是除以新台幣5萬到2500萬的罰款 記者重回百貨公司貴位 同事卻說當事人已經離職 證明貴位小姐透過臉書社團販賣口罩 雖然有獎成本比較高 讓民眾買到高價位的口罩 但是成效卻不是醫療等級 價格跟成效是否成正比 消費者可得要自行衡量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